您好 我是叶建峰 下来要告诉您 再有民众调入高回酬投资理财骗局 槟城大三角一名网络工程师 在约会平台认识了一名女子 不止当天投资当天提取回报 对方还愿意电钱充值 说是让男子赚更多钱 结果前前后后被骗了超过4万令吉血汗钱 更让男子感到忧心的事 虽然已经报案超过两个星期 但所谓的投资平台还在运作 来自槟城大三角的30岁华裔受害者 今早在槟城丹荣区社青团团长洪明权协助下 召开线上记者会解说受骗过程 上个月初 他通过社交媒体约会平台 结识一名年轻女子 互留电话号码后 一直保持联系 稍微疏落起来 对方就邀请他参与一项高回酬投资计划 女子除了保证投资网站 获得股票交易所承认 还发送所谓的收益和提现截图 让他放下戒心 开设投资账号 女子随后让他在短短10天的5次投资中 尝尽甜头 进账高达12%回酬 而且还能限提 对方后来怂恿是主家额 但是被拒绝后 女子竟然主动替他的户头充持 还发送汇款截图 博取信任 直到后来发现投资网站被冻结好几次 要他不断掏腰包才能赎回 他这才回过神来 原来坠入了老千陷阱 我之所以会放下戒心 也是因为这个李慧明 就 send我这个 他帮我transfer前的screenshot给我 就让我误以为 他也是给我站在同一阵线 他借我钱 就是即使我损失了他 也会跟着一起承受损失这样的状态 可是我就没有想到 可能他也是诈骗集团之一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一直有跟这个李慧明去想要跟他打到一个video call的联系 让我确定说这个人是不是真的 可是他就一直用不同的方法来忽悠我 比如说讲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啊 我都已经借你这么多钱的 虽然市主已经在本月12号前往警局报案 也向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涉及的银行投诉 但是让他愤怒的是 这个所谓的诈骗投资平台竟然还在公然操作 户头更显示他已经有20万令吉款项 他呼吁民众提高警惕 与其对盲目相信所谓的致富捷径 不如脚踏实地工作挣钱 否则最终害了自己 就是银额你可以